教材是老师教学的主要媒介,也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渠道,在整个学生时代,小学是非常重要的,不仅是学生打基础的重要时期,更是培养学生学习习惯,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养成的阶段,很多道理都是学生从语文书中学来的。 语文中的每一篇文章背后都有其教育意义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,随着相关部门对学生教育问题的重视,大到教育制度,小到课本教材都在不断地改革,不过针对教材改革一事,家长都不是很支持,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,课本也在不断地变化着,为适应当下。 增加或者删减一些课文,原本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,但是没想到却引来了争议,甚至很多家长怀疑,修改后的教材,对学生未来的教育是否真的有好处。 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这四篇爱国经典课文,刘胡兰,谁是最可爱的人,黄继光,雷锋日记,前三篇文章歌颂的都是英雄任务,弘扬民族精神,雷锋日记讲述的是雷锋的个人品德。 不过,如今在小学生的语文课本中,已经看不到这四篇文章了,这让很多家长表示难以接受。 要知道这些文章讲的都是战争中的英雄,他们值得后背铭记,也应该让学生了解战争的残酷。 如今的美好生活都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,而且雷锋日记,这篇文章可以给小学生树立一个优秀的榜样,把小学生培养成一个善良的人。 但是相关部门却以这四篇文章已经过时,不能给学生带来正确的引导为由删除了,理由确实有些滑稽和可笑。 而且取代这四篇文章的竟然是西方故事《爱迪生就妈妈》,这篇文章根本完全是杜撰出来的。 没有事实依据,且不符合历史,更何况是把描写中国人的文章删除,换成外国人。 有些家长直言还不如不改,除了小学教材有改动之外,中学教材也有改动,表现伟大父爱的朱自卿的背影也被删除了。 理由是课文中的一个情节违反了交通规则,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。 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,教育事业也在不断地改革。 课文中删减或者增加一些课文是正常现场,过去的教育确实不完全适用于当下。 不过在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的同时,也应该让学生了解历史英雄,培养其爱国主义精神。 语文不像数理化,知识点掌握得扎实,题目基本上就能解出来,语文的范围比较宽泛,而且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,最终才能取得好的成绩。 可因为语文是母语,学生从小就接触,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, 学生和家长就忽略了语文学习。 有的家长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辅导学生学习语文,那家长不妨从这三方面入手。 首先就是要引导学生多读书。 小学期间,不需要读世界名著这样的深层次的读物。 重点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,让学生喜欢上阅读,书读得多了,学生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也都会有所提升。 以后,就不会出现因为阅读漫而做不完试卷的情况。 其次要鼓励学生多书写。 其实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就已经接触作文了,只不过是看图写画的方式出现的。 但很多学生都不知道怎么写。 在日常的学习中,家长可以培养学生写日记的习惯。 记录几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情,哪怕是一句话也没关系。 随着年龄和年级的增长,家长在逐渐提高要求,为以后正式写作文做准备。 最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学生去背诵。 比如每天背诵优美语句,或者是一首古诗,背诵可以提高学生的记忆力。 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译或者是背诵,短时间内也许看不出什么效果,但是家长也不要放弃。 等到出高中的时候就会受益肥浅,得语文者得天下,语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。 语文学不好,想学好其他科目也是有一定困难的。 因此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。 从小抓起,当然想要学好语文也不是一招一些的事情,但是只要坚持下去,绝对会给学生和家长带来惊喜。 对于删除经典文章换成西方故事这件事。 谢谢。